在关注韩国和日本的变种病毒疫情前 我们再来看亚洲的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缅甸军事政变100天 那么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遭到罢处的翁山苏姬 传出24号会第一次出席停训 这100天来有800人丧生 还有很多人现在回不到工作岗位 所以缅甸的经济依旧是濒临崩盘的状况 排队提领前的长龙不断 那么缅甸的经济发展在国际观察 在经过了100天之后 还是不能恢复的话 缅甸可能倒退16年 七楼通道挤满人潮 甚至出动扬伞遮阳 缅甸军事政变渐满100天 这些民众不是上街抗议 而是来到银行提款 有的为了支付日常所需 有的则是害怕银行系统崩溃 排队人潮也出现在偏远的郊区 为的则是领取外界捐赠的粮食物资 联合国表示 未来几个月 缅甸可能会有350万人 无力购买粮食 缅甸全国随即发动罢工 并以三纸首饰和红丝带抗议 要求释放翁山苏姬 而随着抗议规模持续扩大 民内军方开始朝着民众开火 展开一场武力血腥镇压 到目前为止 已造成近800人死亡 5000多人被捕 当中有的还没被释放 缅甸民主之音的员工 在执照被撤销后到处躲藏 最近则有三名逃亡的记者 在泰国被逮捕 不过就在上个月24号 东南亚国协就免内危机 在印尼召开领袖峰会 并邀请夺权的军方领袖 敏昂来出席 而这也是政变以来 敏昂来的首都出访 会中共达成五项共事 包括要求缅甸军方 立刻停止暴力 同意东协对缅甸提供人道援助 并且派特使团赴缅甸 与各方会面等 但就在上周五 缅甸军方改口 表示要等到社会稳定之后 才会允许东协特使入境 而这看在当地独立记者的眼里 认为缅甸军方自己也陷入挣扎当中 因为目前仍有大批民众 拒绝返回工作岗位 泰缅边境的少数民族纠纷 也还在延烧 在政治危机 加上疫情的双重打击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更警告 缅甸经济正接近崩溃 到了2022年 可能会有一半人口调到贫穷县之下 经济发展倒退整整16年 如今像这样小型的快省市的示威 每天人在缅甸各主要城市持续上演 在这周一 传出缅甸法官已经下令 要翁山苏姬亲自出席24号的庭讯 75岁的翁山苏姬被拘留以来 一直没公开露面 并被指控六项罪名 包括去年竞选期间 违反防疫限制群聚等 动荡一百天过去 翁山苏姬再度现身 能不能为危机带来转机 也攸关缅甸人民的未来和命运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